而且感受到了生命那种勃勃向上的动力 那种来自天籁的那种自然之声 本来杨丽萍不是被邀请来跳这个的 咱们都知道今天是龙年 春晚开场有舞蹈 这龙凤通响 请杨丽萍来干嘛呢 来跳那凤凰 杨丽萍当时就拒绝了 不不不 我呀不会跳凤凰 我会跳孔炫 就这么的那春晚呢 为了把杨丽萍这大腕留着 说你说跳什么吧 杨丽萍就把他正在编排着 大型舞蹈剧《孔雀》里边 拿出一段的挪到这 反映两个孔雀谈恋爱的过程 就这么的才有了 今年春晚上这个确实量 当然这一段的 搬上春晚舞台 中间这个困难非常多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电视 晚会这个灯光舞美 和舞台上的灯光舞美 他不完全是一回事 为了跨过这个风沟 杨丽萍和央视的工作人员呢 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一边从杨丽萍这 他就知道 舞台上打的灯 要想把它挪到这个春晚的舞台上 很难 杨丽萍直接参与到现场 一遍一遍的看 对这个灯光舞美各个效果 他都是比较苛求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费了很大劲 另外一个费劲的是 这个舞蹈和别的不一样 虽然杨丽萍善于跳孔雀舞 他在舞台上跳舞 我们知道 演员穿的衣服 越轻 这个演员发力 做动作越容易做 但是到了春晚的舞台上 我们大家也知道 现在这电视都高清设备 每一个地方 甚至演员这脸上 哪有个雾 哪有个含目都能看出来 所以对倒戏特别苛求 那么为了追求这种逼真的效果呢 两位演员身上穿着衣服 从哪弄去 在广州那边 买了是十几万颗真的羽毛 就纯粹羽毛做的衣服 得重有十斤 你做不做舞蹈演员 穿着十斤重的跳舞 这个困难 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的时候呢 为了减轻重量 把这个两个衣服的袖子截掉了 再一个舞台表现力 为了提升呢 他们嘴里咸一个口弦 这个口弦是什么呢 能够吹成吊 能够吹出鸟的叫声 杨丽萍练这个 也练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一个舞蹈 应该说倾注了 以杨丽萍为主的创作人员 好多的信息 那么呢 我们现在不少的观众朋友 提起杨丽萍了 就会想起 他很早在八九年的时候 在春晚的舞台上 就跳过一段 孔雀舞 当时那段舞蹈被称为 雀之灵 有的人奇怪说 这个杨丽萍 怎么这么愿意跳这个 孔雀舞呢 那么其实我跟大家告代一下 杨丽萍跳孔雀舞啊 原先在云南地区 应该说不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以前跳孔雀舞呢 都是男的跳 但是自从出了个歹足的舞蹈家 刀美丽萍以后呢 孔雀舞开始有女的跳了 但是这时候又有限制 因为孔雀呢 是歹足的吉祥物 吉祥鸟 所以除了歹足以外 其他少数民族不能跳孔雀舞 说杨丽萍是哪个民族的 杨丽萍是白族的 白族的吉祥物是什么 是鸡 可是这个鸡 你在舞台上怎么体现 在这坐实活不烂跳的 肯定不如孔雀好看 所以后来杨丽萍打破这规矩 继刀美丽之后 他开始跳孔雀舞 一开始有一些非议 可后来他在舞台上 这种表现力 大家一看服气了 了不起 他跳得真好 所以就说从杨丽萍开始 他有歹足以外的少数民族 跳这个孔雀舞 另外有一点呢 杨丽萍跳这个孔雀呢 生活当中的原型 很多人认为是我们 私空见惯的蓝孔雀 挺大挺漂亮的 其实不是 杨丽萍跳这个孔雀呢 是西双版纳特有的绿孔雀 这个绿孔雀体型呢 比蓝孔雀要小 但是比蓝孔雀显得更漂亮 杨丽萍舞蹈当中 展示的孔雀是绿孔雀 而不是蓝孔雀 你看杨丽萍的胳膊 比一般人修长 他这胳膊反转起来 象征着这个孔雀的脖子 手部动作 象征着孔雀的脑袋 所以这些动作 孔雀饮水呀 还是互相作食这些 都来自他对绿孔雀 系组为了一种观察 所以他到底是 在家乡的绿孔雀 不是我们在动物园里 常见的 那么这次春晚 他展示这个绿孔雀 有人挑毛病 所以你看 最后结尾的时候 最震撼的一个场面 杨丽萍在上面身体俯冲 下面是男演员 这时候背后 舞美的背景上 展现的是孔雀开平 有的人说 这有问题了 孔雀开平是什么孔雀 那是公的孔雀 母的孔雀是不会开平的 怎么杨丽萍跳这个母孔雀 最后也开平了呢 其实啊 挑这个毛病的人 他可能不大了解孔雀 他的民主意义的宫教育 比如说孔雀还有什么宗教意义 你知道孔雀开平 是因为什么吗 在宗教里面 可能你不知道 孔雀开平 是因为佛祖释迦牟尼 这里边有典故 说当年呢 佛祖释迦牟尼 在山上修炼 不是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成佛了 修炼到第四十六天的时候 天空上飞了一只孔雀 这个孔雀低头一看 佛祖在那修炼 他不知道 他就把佛祖当作食物 一口给吞肚子里 佛祖呢 最后修炼的三天 是在孔雀的肚子里修炼 那修炼完了之后 怎么出来呢 佛不走鸿门 得选干净的地方出来 就在孔雀的后背 破背而出 由于是破背而出的 造成孔雀开平 所以孔雀开平 它的宗教意义是什么 象征着佛祖的诞生 这孔雀也被称为佛母 被封为大孔雀明王 所以孔雀在宗教的概念上 是超越公母这样的世俗概念 所以杨丽萍跳出 母孔雀也能开平 这个是完全符合意义上真实的 咱完全可以不必在这个层面吹毛秋色 那么杨丽萍自己也说 说跳孔雀舞 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很有意义 他认为呢 如果从鸟类里选一个舞蹈的精灵和代表的话 在西方是天鹅 那么东方就是孔雀 所以杨丽萍对孔雀这种痴迷 是有他的东方审美的情绪在里面的 所以他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那是1989年 他在春晚舞台上跳了孔雀那一段 看完这段视频呢 可能会勾起很多老观众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确实杨丽萍这个舞蹈跳的是真好 那么给我们的感觉 好多观众朋友都有这样一种印象 杨丽萍好像有点不识人间烟火 你看我们很少在媒体上 看到他舞蹈以外的报道 他身边的人都说 杨丽萍你别看今天53了 这年岁可不小了53了 可是你跟他接触感觉呢 他有些动作举止 就像少女一样 显得很天真 偶尔一回头呢 给人感觉像一头鹿回头一样 他身边经纪人说 他有时候一回头 那感觉就像小松鼠一样 一个53岁的 可以算得让一个 记住老年的这么一个女儿 他身上能有如此多的这样的特征 这令人感到增加成心 当然这些 都是因为他艺术的水准 达到一定程度 我们才会对他感兴趣 也就是说杨丽萍的舞蹈 为什么跳得这么好 那么要把这个事说清楚 咱恐怕得重新捣一捣杨丽萍的出身 杨丽萍在11岁以前呢 就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乡村里边 光着脚干活的小丫头 11岁那年呢 就被云南省歌舞团就选走了 选了歌舞团以后呢 杨丽萍的条件很一般 说实在到现在为止 也要让最专业的这个舞蹈演员 看杨丽萍有些动作 他也不会认为杨丽萍条件很好 因为那舞蹈演员的腿一身啪 能弄出180度 杨丽萍的腿到现在 他也拉不了那么实 很多舞蹈演员做的动作 干净利索漂亮 杨丽萍做不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呢 如果你让杨丽萍 说你模仿一段舞蹈吧 那总差一块 但是你不让他模仿 你说现在跳舞 你就是那个百零鸟 你就是芭蕉术 你要给他一个场景 让他自个自由发挥 我什么也不限制你 过两天 你在看杨丽萍拿出的舞蹈 令你感到很奇异 就是人怎么能跳到这种程度 如此鲜活 如此有生命力 所以杨丽萍跟普通的舞蹈演员 不一样 如果你按普通舞蹈演员 看他 他可能在这个培养体制当中 他很早他就没了 就会被淘汰了 可是杨丽萍很幸运 他在自己的相处之上 培养这种感觉 只跟在云南这片土地上 呆了那么多年 到了1980年的时候 他又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他依然受到的带预跟地方差不多 很多特别专业的演员 瞧不起他 认为他基本功不够好 一开始来他跳不了独舞 他没那资历 可是他跳群舞的时候 他为了把动作做得有力量 到位 始终于别人办办法 所以周围的舞蹈演员认为 你这是抢戏 你这是脚 所以杨丽萍当时 不跟大伙在一块练 他自己单独练 集体练功都在这个练功房里面 有空间 舞蹈讲的一种流动 说这个点流动的那个点 表现力会非常强 可是他单独练在自己家里 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边 空间很小 有时候对着镜子练 那空间特别窄 杨丽萍练这个本 我就站到这原地 然后我通过我的肢体动作 让大家感觉到力量和美 在我身上流动 就是他那时候练的功夫 我不通过从这边跳的那头 那头跳的这头 我就站在原地 我就能通过我肢体语言 把你打动 所以说杨丽萍呢 他在当时练出这样的功夫之后 在整个的中央民族动物团 他依然不属于最主流的演员 所以后来杨丽萍呢 带着一定情绪回到老家 继续在云南当地采放 所以这样的过程 使杨丽萍的古秀舞蹈 跳到了炉火春青的城 我们说艺术这东西来源于生活 如果你不从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层面里边 集取营养的话 你这个艺术水准永远也被想得到提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叫你并且艺术水准永远 Brother 你没听讲 我什么叫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杨丽萍哥手腕搓衣服 是这样 他的手腕你要细看 有一圈老简 而且他现在这个指甲已经形成了什么 没有这指甲还不行了 你比方我们拿着杯子一伸手拿了 杨丽萍这个指甲到这就知道杯子要到了 然后他拿起来 就这个指甲已经成了他感知事物距离的一部分 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特别 感谢观看